前首相敦马哈迪质疑应议社群对国家的忠诚 结果引发了各界的踏法 就连国盟也不赞同这一番言论 国盟树立主席刘华才就证实 国盟最高理事会曾经讨论这件事 而且深感失望 当我有提到的时候 很多的那个最高理事会 也包括了我们的国盟的主席 也认同他的言论是不强 可是说因为他是有了年纪 可能年纪后可能讲话 大家也不认同 所以可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 国盟里面也会汉位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跟多元宗教 也是民众党全国主席的拿督刘华才 今早在党总部召开记者会指出 国盟昨晚举行的最高理事会会议上 谈到了敦马失言的课题 由于敦马并没有加入国盟 所以相信他的争议言论 不会影响国盟的支持率 也不会动摇他作为伊斯兰党执政州属顾问的地位 毕竟执政经验和人脉都是敦马的强项 另外尽管民政党不同意制定固定国会任期法 但也认为国会议员应该要坐满任期 不负选民的委托 本文字幕提供